大家好,我是Bella 那今天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对皮沙发进行保养和清理 那首先的时候我们清洁沙发的时候 如果沙发只是简单的灰尘的话 那么我们只需要就是用清水 用纯棉的毛巾清水进行一个浸泡 拧干以后在沙发上面轻轻的做一个清的一个擦拭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沙发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保养 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对于真皮的沙发 那我们的要求保养就会比较高一些 我们需要买专业的那个清洗皮具的清洗液 以1比10的比例来稀释以后呢 再用毛巾把它擦拭一片 轻轻的擦拭一片 擦完之后再用清水 用毛巾唇棉毛巾清泡以后再轻轻的擦干 那就可以了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保养沙发 那大家知道那保养沙发 其实护手霜是保养手的对不对 其实有一些护手霜过期了 当然如果是没过期了也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用护手霜在手上擦了以后在干净的地方 那当然是要清洁以后啊 在干净的地方轻轻的一个擦拭 那这样可以对我们的皮革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 那如果我们的沙发不小心有画上圆珠笔或者墨水的痕迹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软的橡皮擦轻轻的擦拭 那为了防止这个沙发的颜色变色 那么我们在擦拭脏的地方可以滴几滴清水 再轻轻的进行一个擦拭 那擦拭完以后呢 一定要切记要涂上一层防护液 那为了就防止我们的皮质就是清洗过的地方 进行二次的污染和渗进去 那么我们在选择那个防护液的时候 一定要用专业的增皮清洗的防护液进行一个擦拭 那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二次污染 以及就加速皮质的老化以及过瘾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沙发 尽量的不要在阳光直线的下长期暴晒 那这样会显示就我们的沙发会变色 而且对增皮也是非常不好 那如果说阳光直射的地方呢 那过一段时间我们尽量的让沙发换一下位置 就保持不要太大的一个色差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皮革沙发的话 我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用清水来擦拭它 尽量用干毛巾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清擦就可以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条 就保养沙发的一个常识 那如果有更多问题的朋友 那咨询呢请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大家解答 我会为大家解答 我会为大家解答